那这个朋友就说前几天就入了几手 这个比亚迪1211这样的 他说 他就说现在被割韭菜 就说看到家乡 他说这家公司经常配股的 应不应该继续持有呢? 他说的是1211 是,他的问题是1211 他经常配股 我都是配了两次 我印象这种不是经常的 别人要钱去做事的嘛 他又不是说 那些股东落袋的 去集资而已 那你说给人割韭菜 我不知道你几钱买 如果你300元的话 那没办法 你300元买 你一定是看着那个cut loss 没有股票一定是赢的 那利生我有1211的好仓 那是上 不是,经常都说上个星期 是星期一买的 那一下 他最新如果有看他的消息 就是说他不再做燃油车 他主力就做了 那些电动车 那这个消息 见到股价有反应的 就是他之前呢 那个下降轨都压得很厉害的 他甘着 礼拜一就整支阳烛 大家享受 那我觉得 看图来计 今天最 现在就在回3% 其实图都不差的 如果你说短炒的话 我觉得可以看着 228 我就计228做一个走轨位的 就是你230是一个正路的止捷 但是可能你偷一点 2元位 那我自己就因为 星期一我都有吃半流半的 所以现在就都坐得舒服 看图就暂时都还OK的 就是比较的 就是那个叫做不做燃油车 那个消息可以发黑到多大 今天来计算 如果你说市警队 他都没打回原形的 我就觉得OK的 你已经